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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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中文的的、的、的 三個的嘛,Right? 那我說現在在台灣的小學課本裡面已經把 的和的不分了 它慢慢的走 已經變成的了 所以本來我們有的、白布的的、吃布的的 還有這個的嘛,Right? 這是我學小學中文的時候 我的老師跟我說的 什麼時候用白布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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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形容詞 形容詞 加的 是不是這樣 通常後面是什麼 名詞 那這個的呢 這個的呢 蛤? 我吃的很飽 我們玩的很高興 有沒有 是什麼? 動詞 再加的 後面解什麼 吃的很飽 result 或者是什麼 複詞性的補語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玩的很高興 有沒有 複詞性的補語 那這個的呢 這個地呢 慢慢地走 是怎樣 通常是adverb adverb加地 後面是什麼 是不是動詞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點喔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過去的這個 為什麼現在改了 這是小學課本 第幾冊 宜安 第幾冊 分自他 小朋友默寫課文第九課 沒有說幾年幾號 感謝宜安 上次我說請你們回去幫我找小學課本 都沒有人理我 只有宜安找到這個網站了 那這邊有一句話 從這邊開始 媽媽拿著摔壞的音樂盒 責問他和弟弟 你看喔 一起唸 他害怕的 一直搖頭 是吃字步的的 他害怕的 一直搖頭 下面一句話呢 看得見嗎 生氣的 責罵弟弟 為什麼有兩個不同的的 後面的窗子開了嗎 是不是很悶 這樣子嗎 你們會不會很悶 還好 好 這兩個的有什麼不同啊 他害怕的一直搖頭 媽媽生氣的責罵弟弟 然後這個網站很好玩喔 這個黃長安先生說 小朋友默寫 他可能是國文老師喔 寫到第二段 他害怕的一直搖頭 媽媽生氣的責罵弟弟 有人就停下筆 說忘記了的和的怎麼分 OK 所以這兩個的到底有什麼不同 這裡看起來很一樣啊 對不對 他害怕的一直搖頭 媽媽生氣的責罵弟弟 我覺得好像很像耶 為什麼有不同 不同在哪裡 有沒有誰要說說幹 小學課本喔 要你默寫的時候 你會不會寫對 蛤 好我們到 投影片 他害怕的一直搖頭 媽媽生氣的責罵弟弟 為什麼會有這兩個的 來請說 是吧 害怕的很重 所以他就是那個 那第二個的話 他生氣是 是說說那個 褲子 就是那個 嘴巴的動詞 所以他是用那個 排隊的 那所以是 的跟著 跟著 跟著 很好 有沒有聽清楚 第一句 害怕 是動詞 所以是 動詞 的 怎麼樣 結果 補語 動詞 的 副詞 補語 這樣了解 所以他害怕的 害怕的怎麼樣呢 結果 一直搖頭 了解嗎 這個是 副詞 補語 可以接受嗎 OK 所以是 動詞 的 加補語 這個補語 可以是result 結果 也可能是manner OK 這樣了解 也可能是什麼 也可能是 result manner 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什麼可能 result manner 還有一個就是 我記得還有一個 可能 比方我把他打的 他忙得一塌糊塗 degree 可以是degree OK 他忙得一塌糊塗 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一塌糊塗其實 有好幾層的意思 他忙得 一塌糊塗 這個一塌糊塗 可以是result OK 事情亂七八糟的結果 也可以是manner 也可以是degree degree就是表示 OK 他到底忙到什麼程度 所以可以是程度 那在這邊呢 這個一直搖頭 害怕的結果 就是一直搖頭 或是害怕的時候 他的manner 就是一直搖頭 這樣了解齁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補語 那他specific的語意呢 中文並沒有標記 中文只標記一個東西 就是告訴你 你只要看到這個的 他前面就是一個什麼 前面就是一個什麼 動詞 後面就是一個什麼 動詞的補語 這樣了解齁 complement complement 下面一句呢 剛剛已經說了 生氣的 所以動詞在哪裡 這句話的動詞在哪裡 責罵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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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怎麼樣的責罵呢 是生氣底 所以這是一個負詞性的 其實就是我們原先的d 這樣了解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簡單的結論 害怕的 後面加result 或complement 所以是v的r 這樣 v的r 生氣的呢 在這邊 後面才是動詞 所以是manner的v 這樣了解齁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們 為什麼 明明很好的三個 不同的d 要變成兩個 我們已經談過 我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有談過 究竟為什麼這裡要換 成這個d 我覺得反而有點 confusing right 可是它一定有一個道理 什麼道理 為什麼用這個d 什麼道理 為什麼用這個d 前面這個部分懂了吧 沒問題嘛 那現在的問題來了 就是你為什麼用這個d 而不用原先的d 那請問這個d是什麼意思 我們在這邊說什麼 adgetive加的加noun 那請問這個 和這個 有什麼不同 或是有什麼相同 應該說有什麼相同 嗯 有什麼相同 又不理我 下次你們三次不理我 我就走人喔 我也不要講了 OK 看看齁 第一個的 我們說adjective 的 right 然後加noun 後面這個是adverb的 加什麼 動詞 請問這兩者有什麼共通性 他們的pattern 他們的pattern長得很像 什麼pattern 就是都是 這個本來是d嘛 這個本來是d嘛 來 來說說看 什麼pattern 就是 就是 就是譬如說 他前面就是放 使用紙或是不使用 就可以修飾他後面的那個東西 嗯哼 可是跟那個赤貨的就不一樣 因為他是要把 你要修飾的東西在前面 嗯哼 你要修飾的東西放在 就赤貨那個 那個動詞 修飾的對象在前面 可是 修飾語是在後面 嗯哼 很好 他的觀察 有一個基本的 adjective的 或是adverb的 有一個共通性 就是這兩個東西在做什麼 這兩個的功能是什麼 修飾 他們的功能是一樣的 他們都是一種 蛤 蛤 蛤 這是一種什麼 mod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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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懂嗎 就是修飾別人的那個修飾語 叫modifier 所以這兩個有一個共通的東西 他們都是modifier 這樣懂嗎 ok 然後他們要修飾的東西 東西都在什麼 後面 這是一個head 這是一個head 這樣了解齁 所以它是modifier的 這樣了解嗎 modifier的 所以 之所以變成 同樣的的 就是因為你永遠看到的的時候 你都可以假設前面的這個是一個什麼 modifier 這樣了解齁 所以你看喔 生氣的 人 生氣的 媽媽 可不可以形容詞嗎 來 生氣的媽媽 換動詞 生氣的 責備 生氣的 責備 生氣的 教訓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把這個白布的的取代了原先的地 好 那我們還保留了吃部的的 為什麼 剛剛宜安已經回答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它的 它是V的R 這個的在head的什麼 後面 動詞的後面 看到沒 所以我們一般叫這個叫postverbal的 postverbal 就是after the verb postverbal的 然後這個的呢 你可以叫做prehead的 或者是postmodifier的 可不可以 OK 再說一遍喔 這個的 也就是這個生氣的人生氣的說的這個的 可以叫做postmodifier 或者是prehead prehead 在head的前面 在被修飾的 這個東西的前面 可以嗎 可是這個吃部的的呢 永遠在動詞的後面 所以我們叫postverbal的 postverbal的 後面接什麼 的的後面接什麼 的的後面接什麼 看到沒 OK 好 result 所以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感謝宜安 OK 謝謝 下面呢 我們就要開始進第四章的 第二個部分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第四章的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還記不記得 那... OK 我這禮拜好好看看你們的作業 OK 那中文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叫做re-duplication re-duplication 什麼叫re-duplication 重複 重複 重疊字 那作者把re-duplication 跟classifier 放在一起 這是滿有意思的分類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他說re-duplication 可以apply to classifiers verbs and adjectives OK 所以是這個原因 他把它放在一起 These three things can be duplicated 那什麼叫duplication呢 很清楚的定義在這裡 a phenomenon in which a morphine is repeated to form a new word you repeat the same morphine to form a new word 可以哈 所以高性和高高性性 就是兩個不同的詞 different pattern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sometimes with criticized particle 看 什麼叫看呢 比方聽聽看 走走看 寫寫看 念念看 OK 這個看在幹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的花時間 來看re-duplication 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呢 我們就要研究清楚classifier 到底是怎麼回事 OK 一開始就講classifier嘛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classifier classifier是什麼 as a part of什麼 nominal modifiers 剛剛才說名詞前面有什麼 modification 那這個modification除了形容詞之外 它還可以是一個classifier 這樣了解嗎 它也是一種修飾 那請問這個classifier 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你知道我們學英文的時候 我常覺得英文很煩喔 為什麼單數複數 要分個半天 所以你被可數不可數 你覺得很煩對不對 我常跟學英文的人講說 你們真的要偷笑喔 跟你們講喔 一樣也跟我自己講 我們應該偷笑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native speaker of chinese 然後我們的second language 是english 所以我們有一個最難的母語 這個母語呢 我們很容易就學會了 然後我們學了一個最簡單的second language 就是英文 英文比起中文實在是簡單透頂了 OK 為什麼 不信看看嘛 你覺得這個classifier在幹嘛 所以對 你有沒有想過 對second language learner來說 學中文的話 他每學一個名詞 他就要背一個什麼 他就要背一個classifier 你有沒有想過 how painful it is 你說你學法文有陰陽性 陰陽性只是兩類嘛對不對 然後再加一個中性 只不過三類啊 如果你放classifier進去有幾類啊 中文的名詞有幾類 這就是今天的作業啊 我要你們回去看看 中文的名詞有幾類 就是到底有幾種classifiers OK 至少20種吧 好最常用的也有10種到15種吧 了解嗎 那他就要學15種的名詞喔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好 一條新聞 不反對吧 OK 用條 然後你可以重複 變成今日 條條新聞都很重要 一座山 沒問題吧 這個地方座座山都很高 一件行李 海關 漸漸行李都檢查 請問這裡的重複在幹什麼 這裡的重複re duplication在幹什麼 as an adverb modifying the whole sentence 這是表示時間上的齁 時間上的頻率 frequency 一天時間 本來是形容詞對不對 可是可以變成什麼 天天吃雜糧 請問這個天天是什麼 蛤 frequency嘛 每一天 一條魚 變成條條 都很大 牠養的魚條條都很大 這個條條在修飾誰 條條在修飾大吧 還是魚 條條新聞是在修飾新聞嘛 對不對 座座山是形容山 漸漸行李在修飾行李 這裡呢牠養的魚條條都很大 在修飾大 這樣了解齁 意思就是說 當我reduplicate一個classifier的時候 它可以做什麼 naminal modifier 看到沒 naminal modifier 也可以做什麼 一種adverbial ok 可以修飾形容詞 或者是修飾句子的時間 叫frequency 這樣可以嗎 ok 還有一個東西常常用reduplication的 就是kingship terms 什麼叫kingship terms 親屬 親屬關係的一些稱謂 Chinese kingship terms are reduplicated to address family members 特別是在informal的時候 看到沒 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爺爺奶奶 一直可以下去 我的公公婆婆 那比較formal的你有沒有發現 他就不會用reduplication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看到reduplication 似乎有一種語用上面的implication 這樣了解齁 他是比較informal的 比較personal的 比較親密的 intimate的 ok intimate and informal know that informal terms like哥哥弟弟 can refer to siblings in general but formal terms like家兄家弟 can only refer to one's own sibling 這很有意思喔 你知道他這邊什麼意思嗎 你哥哥 你可以說你哥哥嗎 你弟弟 refer to other people's siblings right 這樣了解齁 但是你不能說你家兄 你家弟 這樣了解齁 那家就只能夠refer到自己的 通常會reduplicate的 他有一個條件 通常齁 都是什麼 都是monosyllabic 這樣了解齁 單音節的 紅花 紅紅的花 厚書厚厚的書 注意齁 當你reduplicate的時候 你需要加一個的 你不能說紅紅花厚厚書 although你可以說紅花厚書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這堂課我們不是在教中文喔 教中文你應該在小學 就已經學會了 這堂課是在反省中文 這樣了解齁 反省中文就是問自己 我們中文為什麼這樣說啊 蛤 你為什麼這麼說 強調 那我不能大聲一點嗎 紅的花 不是也可以強調嗎 ok 沒有錯 你可以用聲音來強調 那我們的語言 提供另外一個方法 可不可以 ok 所以你答的是對的 ok 是強調 紅紅的花 講一次不夠要講兩次 所以英文也一樣啊 英文說 I like him very much 一次不夠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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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可不可以 那了解齁 he'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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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l 夠高了吧 一樣嘛 所以reduplication 本身就有這個emphatic 強調的功能 那了解齁 我的問題是 為什麼重複的時候 你就要加的 紅花是一個詞 沒錯啊 紅紅的花也是一個詞啊 紅紅也是一個詞啊 ok 你的這個直覺是對的 你的感覺是 紅紅的花比較 我們剛說強調嘛 強調什麼 強調描述對不對 可是這是從語意上考量 事實上 這兩句話的語意 差別不大嘛 紅的花是什麼 你怎麼翻譯 紅花 a red flower 紅紅的花 a red red flower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翻譯成英文的時候 是語意上很相近 好 那為什麼要加的 所以從這邊你們可以開始看到 中文是一個音節 中文每一個詞都是一個音節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其實很重視音節上的對應 音節上的 對等 平衡 你有沒有發現紅花 單音節的modifier 就是單音節的什麼 head 可是當你用紅紅 你的modifier有沒有比花更長 了解了嗎 你的modifier反而變得好像比較長 然後你的head怎麼樣 很小 為了避免頭重腳輕 我們加上一個的 把他們分開一點 了解嗎 這是音 就是音韻上面的一種平衡 可以體會到嗎 紅花兩個都一樣嘛 1 這樣了解 是balanced 可是到了這裡呢 就不balanced 如果說紅紅花 就不balanced OK 紅紅的花 可是我們的確有另外一個 不balanced的情況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是甜甜圈還是甜圈圈 甜甜圈啊對不對 甜甜圈嘛 Right 知道什麼叫甜甜圈 大陸也是這樣叫嗎 對 甜甜圈 什麼是甜甜圈 蛤 什麼 為什麼這樣叫 為什麼是甜甜圈 為什麼是甜甜圈 剛剛才說如果前面重複的話 要加個的比較好 為什麼甜甜圈 你可不可以說甜甜的圈 不行為什麼 蛤 沒有食物的感覺 蛤 沒有食物的感覺 甜甜的餅可不可以 甜甜的圓餅可不可以 甜甜的圓餅可不可以 其實你們的直覺都很好 都很正確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一個食物的什麼 名稱嘛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 這不是一個修飾語加上名詞 這樣了解嗎 甜甜圈 是一個名詞 這樣了解嗎 不是這邊的形容詞加名詞的結構 這整個是一個compound noun 這樣了解嗎 就是一個noun OK 它不是modifier加noun的結構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就是你們要開始對語言有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我第一堂課說的話 慢慢開始實現了 你們還記得我第一堂課說什麼 可見不記得了嘛 我第一堂課說 要把語言學好 OK 一定要懂什麼 語言學 要把語言教好 你也要懂什麼 語言學 現在講的這些東西就是語言學的東西 這樣了解嗎 它的結構是什麼 它的morphological structure是什麼 然後這個跟這個的結構有什麼不同 構詞有什麼不同 這樣了解 這是一個詞 這是一個modifier加noun的mp 這樣可以了嗎 好 好 那剛剛已經說過 它也可以變成adverbial right adverbial的東西 慢跑 慢跑是一種什麼 慢跑是一種慢還是跑 跑 這樣了解 好這個頭在這裡嘛 快走 是快還是走 可是你變成慢慢的跑 快快的走 它就變成一個什麼 vp verb phrase 是adverb 加跑 我還是故意用地 因為課本裡面用的是地 可見大陸還沒有這個改變 對不對 大陸還是用地嘛 你們還是用這個地 對不對 OK 再來看 dice syllabics的可不可以重複 雙音節可不可以重複 也可以耶 舒服 我們在這邊很舒服 舒舒服服的環境 本來舒服是一個形容詞 舒舒服服還是形容詞 普通 普普通通的人 沒有問題嗎 普通的人 普普通通的人 舒服舒舒服服的 坐下來 變成副詞了 快樂 快快樂樂地走 所以again它可以做modifier 這樣了解 我每次 上完一個主題 我就開始想 我最近發現哪些相關的語料 語言現象 你們都知道我很喜歡小姿女孩喔 向前衝 我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這部片子 然後呢 其中有一句台詞 我記得好清楚 因為這也是一個新的用詞 OK 對我來說是 你記得那個男主角在那邊 取笑女主角的時候 就說 對啊你看你長相一般般 身材一般般 頭腦也一般般 但是我還是很愛你 OK 欸什麼叫一般般啊 在我的詞彙中沒有這個詞 我只會講一般 你們會說一般般嗎 還是這是他們的新創 第一次這樣講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之後我就開始這樣用了耶 我真的馬上就學了 我是學習力很強的人 我記得有一次我不知道跟誰講什麼 我就說 對啊你看這個東西也是一般般而已 一般般 怎麼叫一般般 蛤 蛤 蛤 就一般嘛 那為什麼要講一般般 那你可不可以說你的身材普通通 好奇怪喔為什麼 都一樣啊 為什麼可以講一般般不能講普通通 然後我就開始找 你看喔 欸 這是一個三音節的嘛對不對 然後後面兩個重複 我們之前已經有一些詞 比方我們說 欸他是一個老什麼 老Coco OK 老Coco嘛 LKK 對啊 然後你年輕輕的 有沒有 年輕輕的 幹嘛 不學好 OK 年輕輕 不會講年輕輕的 他年輕輕的 不會嗎 大陸同學支持一下 會不會講年輕輕 喔 說快的時候就變年輕輕了 你年輕輕的 我的確會這樣講欸 我後來才發現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來自於這些詞啊 你看欸 這些詞就很正常啊對不對 你可以說什麼這個東西 香噴噴的 這個東西熱疼疼的 這個東西 這個冰 冰涼涼的 這間屋子怎麼樣 陰深深的 欸這就很正常啊 有一點點差別 很好 哪裡有差別 很好 香噴噴 很好 冰涼呢 可以 陰深可以 所以 到底怎麼回事 你們開始有感覺了欸 我好高興啊 OK 終於開始有點sensation了 怎麼回事 我們應該是那個香噴噴 熱疼疼 然後那個香噴噴是可以分開 怎麼說分開 我們會說那種很香 然後才說是他很香 可是我們不會說那個人才是人 老公也很輕輕 OK 這是不一樣的啦 這是老 對不對 然後這其實你們說過是年紀輕的縮寫嘛 對不對 可是我的問題是香噴噴 熱疼疼 冰涼涼 陰深深 這個pattern從哪裡來的 因為這個pattern很顯然是這個的前身嘛 所以他才會講一般般嘛 對不對 那我要問的是這個pattern從哪來 我有一個理論啦 但我也沒有去verify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 我想聽聽你們的理論 你覺得他從哪來 我覺得 可是香樂冰 這個都是形容詞 那一般般那個1 就是跟那個香樂冰 沒有辦法是對的 這是從一般來的嘛 意思就是說 你從一個二字的形容詞 一般 你重複second segment 就這樣嘛 對不對 比方你 剛剛你們說冰涼 重複second segment 陰深 重複 right 你們說的沒有錯 香噴好像不是一個詞 所以這個 到底從哪來的 我覺得他的一般般是從 就是 就是 就是從那個 一開頭的那個 你就像一點點嘛 兩一些些 這些比較量質化 嗯 很有意思 對 因為一般的話呢 你不會把一般當作一個量詞 嗯哼 嗯哼 其實他從那個 一點點一滴這種 比較 大家比較常用的 轉變出來 嘿這是一個很新鮮的理論 我倒沒想到齁 從一點點 那個點點應該是 剛剛說的 量詞啦齁 measure word 一點點一些些 有沒有 一咪咪 一般般 但是我在想這個詞的時候 其實我想到這個詞 是從哪裡來的 中文其實本來沒有香噴噴耶 你們會講香噴噴嗎 也會嘛齁 台語裡面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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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我的意思嗎 其實我覺得是受到台語很深的影響 就是這種結構 1 2 2 A B B OK 我目前想到的是 應該是受到台語的影響 台語裡面是不是很多這種pattern A B B 有沒有 香噴噴 老可可 還有什麼 牆滾滾 有沒有 不是嗎 忘記了 都是這樣子啊 牆滾滾 不是這樣嗎 來 但是 所以 預定就是 都可以 這種形象 比如說 一切 你就不能問一切 一切切 他說的那個是 一加 measure word 一般般 還是 就是 它運氣體是說 一什麼什麼的都可以 還是有一個 這樣用 就是對的 那為什麼 應該和一加量子沒有提起 有沒有關係 我們不清楚啦 但是這是hypothesis 我現在只是想聽聽你們的講法 因為我們現在有兩個可能 就是我們看到相關 相關的一個是說 從台語裡面 台語來的 OK 台語裡面有這個 A B B的pattern 那另外一種hypothesis是說 這個一後面可以接 measure word 那當然 有沒有實際的關係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看到表面上是有關的 那你剛剛說的一切切那個不太一樣 因為切不是一個量詞 他說的是一點 有沒有 一滴 那個滴是measure measure OK 就是剛剛說的classifier可以 classifier可以reduplicate 這樣了解好 所以我剛才說這是一個hypothesis 語言學就是這樣子 當你有兩個hypothesis的時候 你可以去verify嘛 你再去收集語料 然後再去看一些其他東西的演變 來argue 你可以argue for either one OK either hypothesis 那我們目前看到的就是表面上的相關性而已 所以一個hypothesis是說 這是從台語來的 跟台語的結構 音節結構有關 音韻結構有關 那也有一個可能是我們就是剛剛講到的 重複classifier OK 這樣了解嗎 這可以成為你們那個paper啊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來做 可以齁 所以這是trisyllabic的adjective 那下面呢我們要看的是動詞 動詞也可以reduplicate OK 我們來談談看 討論看看 Chinese volitional verbs are reduplicated to signal a delimitative aspect 什麼叫delimitative aspect 有點像是attempt 就是你give it a try OK 小小的試一下 小事伸手 就這個意思齁 delimitive 小事伸手 他說有三個方法可以來做這個reduplication 第一個是nominal oh sorry normal的reduplication 就是重複 OK 寫寫信 看看書 就這樣 另外一個是呢 你可以後面加看 我想寫寫看 OK 寫寫看 跟這個寫寫信 看看書 都一樣齁 give it a try 另外還有一個是呢 中間加一個one 想一想 寫寫 做一做 作者的 就是我們這本書的作者 他覺得這三個其實都有delimitative 的這種語義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呢 看看書 寫寫看 想一想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你寫一寫嘛 你看看嘛 你寫寫看嘛 你寫寫嘛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一下子想不出來沒關係 再想一想 再往下看喔 他說有一些non-volitional的verbs呢 can be used in 看 to imply a warning 意思就是說 大部分的non-volitional verbs 是不能夠用 你不能說你旺旺 有沒有 OK 你旺旺 你摔摔 你跌跌 non-volitional的 這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 是我沒辦法控制的 OK 健旺 但是他說 你如果把它重複的時候呢 他會有另外一層語義 你旺旺看 他肯定會罵你 我旺一旺他就罵我 這裡的旺旺看跟旺一旺 有一個前提 我旺一旺他就罵我 什麼叫我旺一旺 有人覺得這句不太好 我也覺得這句marginal 不太好啦 就是說我稍微一旺 的意思 我只要一旺 OK 那請問這裡的重複 課本是說 imply a warning 你覺得呢 望望看 OK 試試看 為什麼 為什麼它會變成一個warning 注意喔這裡的不同在哪裡 你看喔如果是volitional 所謂volitional就是 我的意志可以操控的 我的意志可以決定的 我有操控權的 那這種動詞 寫看想 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所以它可以是已經發生的嘛 來 昨天呢我就寫寫信看看書 昨天對不對 這樣了解喔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我就寫寫看嘛 其實它都可以refer到一個過去的事件 可是 如果是non-volitional的呢 它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重複 當它重複的時候 它一定是在一個 非事實的 modality之下 這樣了解喔 非事實的情態之下 所以它只能夠當作一種hypothetical的 這樣了解喔 hypothetical的情況 conditional ok 再來看一下 它說還有一些動詞 有一些verb compound 比方討論研究 還記得我們前面講restrictive resultative嗎 這些就是不能加的在中間的 你不能說節的省 節的絕 ok 這些比較lexicalized restrictive就是說比較fixed ok 比較緊密結合的 這些vr呢 它也可以被reduplicate 成為abab 討論 我們就討論討論 研究研究研究 ok 到底這些 但是你不能夠說討討論論 研研究究 所以你只有abab的pattern 那哪些動詞可以有aabb 哪些動詞可以有abab 我們再往下看 the verb compound below are not allowed to reduplicate non-restrictive的就是你可以說看得見的 你就不能說看見看見 看看見見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比較loose的vr 還有directional verb compound 出去 你不能說出去出去 欸 出去出去不行說嗎 但是它不是那個意思啦 出去出去是 只是講兩次的出去這樣 ok 你不能說出出去去 ok 看到 看到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了 你不能說我看到看到了 ok 你也不能說我看看到到了 所以請問 這裡牽涉到一個什麼樣的語言學的mechanism 什麼樣的動詞可以被reduplicate 什麼樣的動詞不可以 這些動詞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唉 又是一陣沉默 再想再想 蛤 來說 動部結構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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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很好 前面都是並列 其實你們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嘛 就是 它如果是一個 比較 詞彙性的東西 這樣了解齁 它已經成為一個詞了 不可分的 你不能說 結了省 結了很多省 你這樣了解齁 它已經是一個 所以它叫做restrictive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一點都沒錯齁 並列 這兩個詞已經緊密的連結在一起成為一個詞 所以大部分成詞的 比較有可能會reduplicate 這些呢是比較可以拆得開的 他們還沒有這些詞 就是 你比較沒有辦法當作是一個非常fixed的 ok 也就是剛剛你們這邊看到的 它叫做non-restrictive compound ok 加directional的 這些r的成分都可以換的 看到 看見 看著 看 看什麼 ok 看懂 出去 出來 這些都可以換的 看到 也是一樣 ok 可以嗎 好 那另外呢 他說 如果這個object VR sorry 這是VO 我們剛剛看的是VR VVVR VO 現在是VO 看到沒VO Verb object 那這時候你可以重複什麼 你可以重複什麼 你可以重複的是什麼 again 變動詞嘛 剛剛說動詞和形容詞是可以重複 所以如果它是VO 你也只能重複動詞 睡睡覺 跳跳舞 你不能說睡覺叫 跳舞舞 可以啦 你可以跟你的baby這樣說 所以當你會重複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欸 我已經把答案都講出來了 我們什麼時候會重複 你babytalk的時候會重複嘛 對不對 媽媽好喜歡 baby喔 你要喝奶奶嗎 OK 我們去玩球球 我重複的都是名詞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叫babytalk OK 所以剛剛他說 能夠重複的只有三樣東西 哪三樣還記得嗎 classifier verb adjective 沒有名詞 這樣了解 加了名詞就是babytalk 可是你可以從babytalk裡面看出來 為什麼我們重複的時候是跟孩子講話 所以還記不記得我們一開始講reduplication 有一個語用上面的意涵 是什麼 如果你的學生來問你說 老師 我什麼時候可以重複 什麼時候不可以重複 你要怎麼講 有一隻螞蟻 這樣了解嗎 你可以從babytalk裡就知道說 語言在重複的時候其實是表達一種什麼 輕膩的關係 OK 表達一種informal的情況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不要隨隨便便重複 你的學生可能學到重複以後 他就每個字都重複喔 重複是會非常翻你的 OK 我們一起來 睡睡覺 跳跳舞 寫寫字 看看電影 這樣了解嗎 informal and intimate 好 not compatible with can 注意喔 VO 不能夠 with can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O進去了嘛 他已經達到終點了啊 就不是在看看而已了 就不是 give it a try OK 所以不能說 不能夠有這個 看 這個應該很清楚齁 有一些 有一些special verb object compound呢 它可以有 它說 must be reduplicated in ABAB的pattern OK frequently have its syntactic object dropped or take a pronoun only 這樣懂嗎 剛剛我們才說 基本上VO VO VO不能夠有重複的 可是你來看這些 他常常抱怨他的朋友 OK 抱怨他的朋友 是VO 你讓他抱怨抱怨看 你讓他抱怨抱怨我 這樣了解嗎 這裡的VO 注意喔 這裡的VO 它叫做special VO compound 事實上這裡的VO 抱怨我 抱怨他的朋友 跟剛剛的很不一樣 剛剛的這個VO是 睡覺 有沒有看到 已經成詞的 這兩個是緊密連結的 lexicalized VO 後面這裡的呢 是沒有lexicalized 這樣了解 所以他基本上其實是V 加上一個object 那你的V當然可以重複囉 讓他抱怨抱怨 這樣了解齁 所以不要把他搞混了 那最後呢 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說的 有些時候 我們的重複是AABB 有些時候是ABAB 那你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看看這裡喔 你可以說他瘋瘋光光的嫁了女兒 可不可以 隔壁家的老王昨天 瘋瘋光光的嫁了女兒 瘋瘋光光的娶了媳婦 這個瘋瘋光光是怎麼指 我這應該換成D 瘋瘋光光D 這樣了解 所以是一個修士語 可是你可以說他瘋瘋光光 他瘋光瘋光的嫁了女兒 不行 他很瘋瘋光光 好嗎 也不太好 了解嗎 OK 同樣的你想喔 你可以說他很快樂快樂 他很高高興興 他很快快樂樂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還是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講他很高高興興 他很快快樂樂 不太好嘛對不對 所以 當你reduplicate的時候 AABB通常會做為什麼 修士 一個head 前面的 這個修士語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這邊就可以嘛 所以通常他是一個 修士語 修士語的意思說 他後面還有什麼 後面還有什麼 修士的對象 這樣了解嗎 他比較不會做為predicate 這樣了解齁 他比較不會做為predicate 好 可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很奇怪喔 同樣是風光兩個字 你把它變成ABAB 他就變了磁性了 你說 這次你總算可以風光風光了 意思好 終於可以出頭了 我終於可以風光風光了 出出風頭了 了解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變成ABAB的時候 他的磁性 變成什麼 蛤 磁性是什麼 動詞 動詞 所以簡單的講 這是一個簡單的結論 回到剛剛你們看到的 抱怨 抱怨 有沒有 討論 討論 動詞 比較傾向於ABAB的重複 OK 形容詞 比較傾向於 AABB 但是重點是 當你重複形容詞的時候 它通常是做為一個 modifier 後面要接一個 head 而不是做為 predicate 這樣可以嗎 親愛的 聽懂了齁 來 大三的同學 問我一個很棒的問題 看看研究生 可不可以回答 他說 老師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 AABB重複的這些形容詞 不能夠做predicate 為什麼你不能說 它美美麗麗 它漂漂亮亮 你只能說 它漂漂亮亮的 出去 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很好的問題啊 也就是我們剛剛的 我們剛剛的結論嘛 對不對 AABB這種pattern 通常不會 tend not to be used as predicate right they tend to be used as modifiers or complement right 打扮得漂漂亮亮 漂漂亮亮的 走出去 right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嗎 這個是我們的結論啊 我覺得這個同學問得很好啊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呢 為什麼重複的 就不能做predicate 把它寫下來喔 幫我寫一個 why 我們可能要先有一個結論 就再加一個結論 就我們剛剛那個結論 然後再問why 兩位要不要回答一下 兩位要不要回答一下 你們大三還大四 大三 哇這邊有沒有大四的 都沒有大四的喔 大四 有兩位 好 來我們先給大四的同學 再講一下 多讀了一年書嗎 來 嚴一的 嚴一的 舉手一下好不好 來 嚴一的 嚴一的 我們看我們要到哪一段 哪一個極段 才有人回答 好大四的繼續想 嚴一的呢 繼續想 還是有發言人 嚴二的先舉手一下好了 預備著 嚴二的呢 不好意思舉出來了 還有嚴三的對不對 你是嚴幾 嚴二 嚴二 好來 下一個就是嚴二的 嚴二的想想看 另外一位同學今天不能來嗎 喔 OK 最近天氣變化請大家 小心穿衣 你知道回答這種問題喔 親愛的 你知道回答這種問題 你的思路該怎麼樣走嗎 我們剛剛說 重複有一個意涵嘛對不對 你就從他的意涵去想 我們剛剛說重複的時候 比不重複多了什麼 剛剛不是說強調嗎 有沒有 emphatic嘛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通常 會重複的時候 你是要強調那個程度 強調那個manner 對不對 強調某一種的關係 這樣了解嗎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他剛剛問我我也沒想過 我只是剛剛想出來的 OK 所以他在強調degree 強調manner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當然是要作為modifier 才有這個degree的問題嘛 了解嗎 作為modifier的時候 我才有所謂的emphatic use 我作為predicate 我比較沒有這個需要 了解嗎 他的功能 比較不match 我作為一個modifier 我才有emphatic 的餘地嘛 或說我才有強調的需要嘛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這樣了解嗎 OK 所以他強調就是degree啊 對不對 manner啊更強一點嘛 可以接受嗎 可是predicate predicate 是在report一個狀態 這樣了解嗎 是在report一個event 才作為predicate 嘛 OK 你是在predicate這個狀態 你連這個狀態都還沒有predicate好 你強調什麼 是作為modifier的時候 我才有這個必要去強調 所以你看very very very 你是不是也在重複modifier 這樣了解 可是你不會說 I'm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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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 這樣了解齁 OK 所以作為modifier 他才有強調的需要 好 下面呢 我們就要開始看classifier 這堂課我們要把中文的classifier解決喔 所以注意聽 你對於classifier有沒有什麼問題 在中文裡面 all concrete nouns concrete nouns in Chinese must be used with a numeral classifier OK semantic compatibility with concrete nouns 通常這個classifier 他和後面所接的名詞之間 有一個所謂的semantic compatibility 這個很重要 也就是我們的分類嘛 你怎麼分類一定是 這個類型有某種共通性 所以什麼叫一紙球 這個紙 denoting a round shape thing OK 條是什麼 a rope like thing 本呢 a book like thing 請問這些 這三個classifier 讓你感覺 我們在classifier的時候 我們在classify 名詞的時候 我們強調的是什麼 我們看重的是什麼 我們看重的是什麼 shape 那個東西的什麼 外型 外型 appearance appearance OK 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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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appearance 所以大部分的classifier 是based on physical appearance invisible appearance 同意嗎 visible appearance OK 好 有一個動詞 它的shape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嗎 什麼叫個 剛剛才說classifier 是based on shape appearance 那個呢 個的shape appearance 是什麼 這個個有什麼shape嗎 這個個有什麼shape嗎 有沒有 有沒有shape 先告訴我個個有沒有shape 個是什麼shape 就沒有shape 就沒有shape嘛 OK 為什麼沒有shape 因為 它是最廣泛的一個classifier 它是最generic 所謂的 我喜歡用default這個字喔 就是 anything fails 你都可以用個 用個 就不會錯了 一本書可以啦 很好 我可以說一個書 一支筆 一個筆 一部電影 一個電影 一張椅子 一個椅子 這樣了解嗎 似乎可以嗎 一間房間 一個房間 我們其實 越來越喜歡用個 instead of other classifiers OK 所以這個個一定沒有什麼shape的 因為它是最generic 最general 最broad 的 OK 然後它compatible with the number of nouns functioning as a counter 一個人 一個決定 OK 當然這個個 是個體的意思嘛 就是一個個體 一個entity 那它的shape 已經不重要了 我就是告訴你 它是一個entity 這樣可以嗎 你們如果不信的話 你們開始 從今天 我常說你們學完一個topic 就要回去觀察 聽喔 聽你室友講 怎麼講中文 你可以看到現在其實 尤其是你們年輕人 用個的情況越來越多 也就是說這個generalized個 已經越來越會replace 其他比較specialized個 OK 那原因是什麼 很清楚嗎 原因就是 語言是趨於簡化的 特別你會發現 在外國人學中文的時候 他用葛用的特別多 因為他不知道的時候 就用葛嘛 OK 這是你會發現 每一個我自己的孩子 是雙語 他們 從小中英文並行 結果結果是 中文也不太好 英文也不太好 OK 沒有啦沒有那麼慘 可是 你就會發現 他們用葛用的很多 OK 因為這就是最容易學的 好 好 那 OK most commonly used classifier can followed by adjectives OK 注意喔 你可以說 一大個西瓜 一小本書 一大塊煎餅 通常這些常用的classifier 前面還可以有修飾語 後面有修飾語 沒問題嘛對不對 一個大西瓜 一個小西瓜 可是前面有修飾語呢 課本說是要那些 most commonly used 的classifier 才行 OK usually classifiers are preceding the adjective 通常是幾個大西瓜 因為classifier是屬於前面那個 determiner的部分 就像英文說 a big OK a big something 這樣了解齁 一樣的 只是呢 如果你放在前面的時候 注意齁 他還是修飾這個 measure word 這個classifier 所以 大個 小本 大塊 他直接修飾這個classifier 因為有一些commonly used 是可以這樣子允許的 OK 好 歇 複數呢 pro marker歇 is insensitive to shape and size 當你用歇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什麼 classifier了 你不會說一些葛餘 當然你如果硬要還是可以啦 這些葛有沒有 這些葛 這些本書 你硬要還是可以 可是基本上你不需要 這些書 為什麼 你有了pro marker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加classifier了 OK 為什麼 這也是語言學上面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上個禮拜再教functional syntax 延一的 我們才講到單數跟複數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這個不是只是學中文 學英文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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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舉個例子 來我們問音教所的 如果我說 你說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these days 我說 I sold a house OK I sold a house versus I sold houses 這兩句話有什麼不同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these days OK I sold a house I'm selling a house 也可以啦 OK Or I'm selling houses 或者是 I sold houses 就是賣一棟或是賣好幾棟的 當然喔 當然喔 單數跟複數一定是這樣嘛 賣一棟vs賣好幾棟嘛 可是 還有沒有 其他層次的不同 如果 單純聽到這兩句話 回答 I sold a house 我會覺得他 就只是單純的一個賣家 他才說一個黃色 可是他如果回答 I sold a house 會覺得他是個 雙姐 Yes 非常好 語感非常好 不愧是英教所的喔 給他鼓掌一下 Exactly 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用複數的時候 那整個interpretation 是不一樣的 I'm selling houses as a broker real estate broker 為什麼 明明這兩句話 只有不同就是在 單數跟複數嘛 OK 這是我們過去學英文 我們不曾討論的問題 可是他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單數跟複數 在語言使用上 是兩個很不同的東西 不同在哪裡 英文不是也一樣嗎 英文的單數 如果是concrete non 你一定要加er或的嘛 對不對 你說I bought a book I bought the book Right 可是如果是複數呢 I bought books Right I bought books 你又不用用er 也不用用的了 一樣啊 中文也是一樣 你單數的時候 一定要有classify 不是單數啦 就是可數的時候 Right 可是複數的 整體的概念 我其實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整體的概念的時候 就不用有classifier了 所以你就知道 語言在使用名詞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就是這個名詞到底重不重要 這個名詞的個體性重不重要 如果它的個體性重要 我就會加以修飾 加以助記 這樣了解齁 我會標示清楚 A book The one you don't know The book The one you know 但是如果是books 我之所以用複數 就表示它的個體不重要 同不同意 OK 它是一個群體 那個體不重要的時候 我幹嘛去數它 這樣了解齁 或是我幹嘛去標記 它的classifier 我已經把它當作一個整體了 一群 一組 這樣了解齁 一票人 OK 所以這時候就不需要再有classifier 那classifier是因為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有classifier 是我要幫助你 了解我所指涉的那個個體 是哪一種類型 這樣了解齁 OK 甚至所有modifier的用法 可以嗎 那下面的時間呢 我要開始講一些 課本裡面比較沒有的東西 就是classifier從哪裡來 那這個跟今天的作業有點關係 我希望藉由這個題目 你們可以把中文的classifier做一個整理 所以今天回去的作業 就是要你們去好好把中文的classifier做個整理 找出來 哪些重要的classifier 那你全部整理一遍以後 你以後作為你的教材也很好用 我在這邊舉一個例子 就是張 一張的張 我們都常常用這個字 我們說什麼 一張 一張紙 OK 一張椅子 你睡的 一張床有沒有 對啊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張從哪裡來 the origin of classifiers 每一個classifier 你仔細想想 它之前不是動詞就是名詞嘛 對不對 OK 張原先是什麼詞 根據戴浩一和他的一個學生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 他說這個張 怎樣 怎樣 怎麼會有人叫戴浩一 怎麼會有人叫戴浩一 為什麼不可以叫戴浩一 我還以為你要說number one 戴浩一 天啊你要氣死戴老師 來來來 校勇幫我寫一下戴浩一三個字是什麼 人家還是台灣的一個大家族的 戴老師現在是中正語言研究所的founding father OK 對 這樣可以嗎親愛的 OK 戴老師跟他的學生說 這個張公的張 其實本來是一個verb 意思就是什麼 to throw a ball 張公 OK OK 那接下來呢 從這個動詞 它被當作名詞來使用 它可以refer到object with stretchable strings 因為 有沒有那是string嘛 你張開來的是string 所以你看到沒 從動詞到名詞 這個在遠古就已經有了 中文裡面一直都有動詞轉名詞 名詞轉動詞 OK 所以你大學生們沒 其實也沒什麼稀奇嘛 這裡就有一個例子 動詞變成名詞 一張公 然後到一張梨 你知道梨吧 OK 在田裡頭看過 那個梨不是有一個像公一樣的那個東西 OK 然後到琴 因為是stretchable strings 只要牽涉到stream的 OK 就可以用張 但是怎麼從這裡又到這裡 你看到沒 它又extend到一個什麼 similar的 shape 什麼樣的 shape呢 是一個什麼 一個surface 當你張開來之後 你似乎 拉出了一個平面 同意嗎 你拉出了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呢 就是一張網 然後你們喜歡吃蔥油餅 一張餅 有沒有 一張紙 一張畫 這些都變成一個extended 什麼surface 然後從extended surface 我們又看它進一步的 這些東西本身是三度空間的 OK 床 桌子 椅子 甚至到臉 有沒有 一張臉 我認得那張臉 為什麼都是張 為什麼都是張 它的core concept是什麼 是一個平面 OK 同意嗎 都同意 OK 所以從extended的這個string 所產生出來的surface 到一個flat surface 所以桌子 椅子 椅子的這個平面 到臉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語言不是 語言不是邏輯 也不是數學 我選擇用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最salient 的feature 在我的認知上面 我覺得桌子的一個salient 的feature 是它的這個平面 我也可以說它的腳啊 我也可以把它的腳 這樣了解嗎 我也可以用它的腳 來做為分類的標準 椅子 椅子明明是有被 有座的地方 可是我們卻 強調的是什麼 了解嗎 坐著的地方 那我可不可以有別的 認知的基礎 除了說一張椅子以外 我還可以說什麼 一把椅子 一把椅子 有沒有聽到 我還可以說一把椅子 OK 當我用把的時候 我的認知的基準點 是不一樣的 是我可以用一隻手握住的 這個叫一把椅子 那用一張的時候 我強調的就是這個 surface flat 所以每一個 每一個classifier 都有一個core concept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你們要教中文 一定會碰到這個問題 你要給學生建立 很清楚的 這個core concept 然後其他的東西呢 就是一種延伸 可是延伸的時候不要忘記 還是有文化的選擇性 這樣了解嗎 比方一張臉 臉明明是立體的 你為什麼會選擇用這個surface 那 somehow我們就是覺得 這個才是一個最 salient的 明顯的feature OK 我講到這裡 不得不提一下 英文的 preposition 英文的 preposition也是一樣的 中國人對英文的 preposition 頭痛得不得了 那我還是覺得 應該回到最基本的 認知語意學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 音教的 再考一次哈 in, on, at 到底有什麼不同 in, on, at right 有什麼不同 你要解釋清楚 原則是一樣的 我們來先聽聽 什麼叫 舉個例子嘛 I'm in 台北 I'm in 焦大 I'm at 焦大 OK I'm on 焦大 不太好啦 OK I'm on second floor 焦大 可以嗎 所以 in at 焦大 有什麼不同 講了好多次了 今天沒有 沒有同系的可以幫忙 來 其他的人 我為什麼會提 in on at 就是因為 其實這些牽涉到空間的概念的詞 剛剛我們說classifier是shape OK 是空間的概念 它其實都有一個圓形 圓形不是那個round 是prototypical 要了解典型的概念 你抓住這個典型的概念 去理解它所有的用法 才是根本之道 OK 所以 in 什麼叫 in 從空間來響 in in的空間概念是什麼 也就是它的核心概念是什麼 在一個空間之內 在一個 我不要用空間 我用範疇 所以每一次你用 in 的時候 它都已經 implicate 這樣了解 一個範疇 這樣了解 所以 in a box 有沒有 一個container裡面 是有很清楚的範圍的 範疇 可以嗎 in a room so you guys are in the room in the classroom right 所以當你說 in 新竹 in 台灣 不管它後面是大還是小 以前我們國中老師說 大的就用 in 小的就用 at 有沒有聽過這個 可是大小是相對的啊 請問交大是大還是小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OK 比台大大啊 比台大小 anyway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其實不是空間本身的大小 而是你的認知 怎麼去理解 這個空間的範疇 如果你用 in 交大 你就是把交大當成是一個範疇來看 這樣了解齁 那我如果用 at 呢 at 的原型又是什麼 你想想看 我們說 target at 有沒有 你射箭 我剛剛說 throw a ball to a target at a target 所以 at 是什麼意思 at 就是定點的意思 I'm at the spot 這樣了解 所以 at 的什麼 bus stop 有沒有 你不是說 in the bus stop 因為你沒辦法說 in 當然啦 如果是捷運站 你就可以說 in the bus stop 這樣了解啊 可是通常那個 bus stop 就是一個牌子嘛 Right 你只能說 at the bus stop 因為那是定點的概念 這樣了解齁 所以當你說 at 交大 at somewhere 你就是用一個定點的概念去描述那個地點 可以嗎 那 on 呢 the box the pencil box is on the table on 是 above 同時有 contact above 同時有接觸 在接觸面之上 這樣了解齁 所以當你強調有一個那種接觸面的概念的時候 都是用 on 所以我們常說 欸 我的 paper 是 a study on something 為什麼用 on 了解嗎 你接觸這個主題 面 這樣了解齁 同樣的 中文的 classifier 也是這樣去理解 所以當我們說 張是一個 extended 的 surface 那這就是我們用張每一次 每一次的基準 OK 基準概念 可是問題來了 What about 片跟面 一張是 extended surface 那一片呢 片是不是也是 extended surface 面啊 面是不是也是 flat surface 片是不是也是 一片面包 是不是也是一個 flat surface Right 所以你的學生 來 我是你的學生喔 我就問 老師 張是 flat surface 那面和片 跟張有什麼不同 我可以說一張紙 我可不可以說一面紙 我可不可以說一片紙 可不可以 一片紙 一片紙不行喔 給我一片紙 給我一片紙頭 可不可以 來 我們一個一個看 這個面是什麼意思 回到它的 original concept OK 面是什麼 小頭銳面嘛 OK 面就是 face 所以它原先就是一個名詞 這樣了解喔 就是指人的 face 那這個 face的 feature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中國人是大餅臉喔 平平扁扁的 所以呢 跟 face 相關的 你可以說一面牆 一面棋子 都是一個 flat surface Right 可是很奇怪啊 它明明是 flat surface 為什麼不能夠跟張 interchange 不能夠跟張替換的喔 你不能說一張牆 不能說一張棋子 Right 同意嗎齁 壞 怎樣 瑞良先生有何高見 還想不出來 還想不出來 很好 至少你回答了 OK 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大四的同學 剛剛想了半天想出來沒 這個 face 跟剛剛說的張公的那個張公 你覺得它在圓形上面 有什麼不同 他們的點心 有什麼不同 你可以說一面椅子 一面桌子 你可以說一面鏡子 對不對 一面鏡子就很好 為什麼 一面棋子也很好 一張棋子就不太好嘛 對不對 一面牆 牆也可以 很平面的東西 那桌子不夠平面 桌子是靈體 桌子也是 桌子是立體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找一個 一面牆 牆是立體的嗎 你看到的地方都是平面 你看到的地方都是平面 這有一點意思 Again 回到它的 core meaning來想 什麼叫 face 這是 face嘛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 這裡是不是 這樣了解嗎 所以 face 其實是有前後之分的 它有一個 front的概念 桌子 椅子 好像比較難分 front 所以其實 張 是一個 flat surface 它是最基本的 任何時候你只要 focus 在一個 flat surface都可以 比較廣啦 應該說比較廣 可是面呢 它的這個 flat surface 不是只是一個 任何的 surface 它必須代表的是一個 front side 這樣了解嗎 就是門面嘛 我們說門面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門面 懂嗎 一定要有一個正面 後面 面這個之分 所以它要有一個front size 就是face的意思嘛 就這個東西要有一個face 這樣了解齁 可以嗎 可是我們說也是講一張臉啊 一張臉就是face啊 那不是感覺是要用面嗎 因為是front side 一張臉 很好 所以我已經說了 基本上張是flat surface 可是面一定要有一個front side 那當你說一張臉跟一張 一面臉 OK 你之所以兩個都可以用 就表示什麼 這兩個都compatible嘛 你用一張臉 一面臉不行嗎 不行嗎 一面臉不行喔 一面臉好像還有很多面 這一面面具 你不是說一面面具嗎 可以啊 面具就可以啦 內面臉 一面臉 兩面臉 三面臉 不好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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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解釋是說 面已經有front size 了 所以就不用再強調了 你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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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我不能說一面臉 因為臉也是 是 flat surface 是front size 因為臉好像沒有背臉 沒有背 沒有背 臉 臉 臉必然是front size 所以我的 我的答案跟你的答案是一樣 就是相通的 我的意思是說 臉 或是面 本身就已經有front size OK 我就不需要再去重複這個部分 不用 redundant redundant 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所以你知道語言其實是沒什麼邏輯性的 了解嗎 你不能夠用數學定理去apply all 這樣了解齁 可以齁 麵解決了 還有一個 片 片怎麼辦 你可以說 一片麵包 一片吐司 一片豬排 一片甚至阿斯比林 藥 來 幹嘛 aspirin 我今天要吃幾片阿斯比林 可以啊 吃一片 一片藥嘛 一片安眠藥可不可以 一片胃藥 可以啊 當然可以了 也可以說一片啊 一片草地 一片火海 一片沙漠 可以齁 還可以抽象的一片真心 一片混亂 看你們這個樣子 一片混亂 我對你們可是一片真心 OK 可是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喔 紙 你可以說一片紙 versus一張紙 不同在哪裡 一片紙感覺是紙片 是小的 是的 一點都沒錯 所以一片紙 不會是紙這一張紙 給我一片紙 通常就是撕一小片 對不對 不好意思撕 就撕一小片 所以片它的原意是什麼 片的原意是什麼 片的原意是什麼 片 你去看說文解字裡面說 a piece of wood chip下來的一片柴 一片 OK 木材 這樣了解齁 a piece of wood a piece of wood 就是片 最鮮的意思 那就是 a piece of something 這樣了解齁 a piece of something 所以它是 整體中的一小片 一小部分 OK 可是張呢 跟片筆的時候 它可以指 整個的surface 所以會變成一整張的紙 a sheet of paper 叫做一張紙 a piece of paper 叫做一片紙 好 現在我來了 講到這邊 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我的學生問過我 樹葉 為什麼是一片樹葉 而不是一張樹葉 這樣懂了嗎 也不是一面樹葉 了解 了解 你剛剛說flat surface嗎 那 你看樹葉是不是 flat surface 樹葉你要說什麼 一片 你就不能說一張樹葉 可以說一張樹葉嗎 不太好齁 這樣了解了嗎 為什麼 你說一片樹葉 你是取這個 a piece of OK a piece of 所以你看一片麵包 是指麵包切成slice了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a piece 你可以把它翻成slice 會更好 a slice a slice 是不是有整體 把它切分成 一小部分的那個概念 那片都有這個概念 好啊 那你說是切分成一小部分 怎麼又變成一片草地 一片火海 一片沙漠 一片真心 一片混亂了 所以你看放眼望去 一片樹葉 可能是ambiguous 了解我在講什麼嗎 你看一片樹葉 對啊 可是你也可以說 地上一片樹葉 可不可以 欸你看到那個 東部秋天的時候 落葉繽紛 有沒有 地上一片樹葉 當然可以囉 你們了解我在講什麼嗎 我故意讓它變得ambiguous 所以這個一小片 變成一大片 又是怎麼回事 沒錯 一點都沒錯 很多的小片 connected 集合成了一個 就是a collection ok of all the pieces 就集成一個 這個叫做 connected pieces connected pieces ok 所以人的認知 你知道這些其實都是人的認知 產生的結果 你的認知就是這麼活 所以語言就跟著這麼活 所以我們學的時候就很痛苦 因為我們沒有把自己放在那個情境中 讓我們的想像飛揚 你的想像飛揚的時候就是從一小片 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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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一大片 人的認知就是這樣子的 ok 可以嗎 所以你知道over這個字 over 不要以為只有中文這樣子 所有語言都有這個 就是我們常常會從一個點 然後把這個點一直連結連結 就變成一整片 這樣了解 你不相信的話我舉個英文的例子 over 什麼叫over a bird ok flies over ok a bird is flying over a fence over a hill 所以over是什麼 above and什麼 cross 就是這個 這是它的核心概念 兩個component above and cross 對不對 那通常你是 over是一個定點啊 對不對 或是一個很清楚的land mark嘛 可是這些land mark也可以變成 連結連結變成一整片 我可以說 i searched all over the place 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嗎 當我說我search all over the place的時候 我就是好幾個點 串連起來 變成一個surface 所以點到線到面 的這種認知轉換 是非常common的 是語言中一再呈現出來的 那說到這裡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homework How many classifiers are used in Mandarin 這是一個很廣的問題 Please come up with a complete list of classifiers commonly used in Mandarin 這裡好 我強調的是commonly used 那as complete as possible 你覺得哪些是會用到的 那有一些很冷門很冷門的 這個不一定要放進來 for each classifier please give one to three most typical examples and one to three extended examples with less concrete nouns 懂不懂這個意思 這個就是像我們剛剛的example 你看到沒 一片麵包一片土石 這些都是很concrete的嘛 可是它可以延伸到什麼 一片真心一片混亂 這是什麼 abstract的 當然不見得 不見得每一個名詞都有 不見得每一個名詞都有 這個less concrete noun 可是如果有的話 就請你給一到三個 這樣可以嗎 一到三個是說 一個兩個三個都可以啦 更多當然也很好 可以齁 然後我要請你們做的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你們以後教學的基礎 就在這裡 How do you explain What is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classifier to your student 如果你的core meaning define的清楚 學生就比較不會混淆 就像一片樹葉versus一張紙 OK 你為什麼不說一片 當然你說一片紙也可以 這樣了解好 所以他們一定會問這種問題的 你怎麼解釋 How do you come up with a very self-explanatory core meaning OK self-explanatory core meaning 你的core meaning定義得越清楚 混淆就越少 你不要一向他 你這種心就要在那裡 就這樣說 是一个誥一句 你為什麼要管你 兩天 你為什麼要管你 除非你 你為什麼要管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